那么这里刚才给大家讲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对于咱们这样一个下采样的操作来说 咱们从头到尾是怎么样去做这样一个下采样的一个模型 以及在咱们模型当中花了很大地气 给大家讲了一下模型的评估以及逻辑回归当中 可能涉及到的一些参数的选择 那么这个就是咱们用下采样这种策略怎么样去做这个事 那咱刚才是不是说了 咱们不光有这样一个下采样操作 还有一个过采样的操作吧 那么下面咱们还有一些时间 接下来时间咱们就要去完成这样一个过采样的操作 其实大家先知道了这样一个流程之后 咱们再说这个过采样就比较简单了 先给大家来说一个东西 就是找一下 这个东西叫做一个small的算法 咱们说了一下 那是不是说这个过采样是时候 咱们要进行一个数据的生成 咱们现在有0和1这两类样本 0类这些样本很多 1类这类样本很少是吧 我们现在希望1类这些样本也让它很多 进行一个生成的操作 比方说 咱们现在就做这样一个假设吧 假设说原来的一个1这个类 它是有100个 我想给它生成500个 比方说我给它来一个5倍 这块乘上一个5有100个样本生成500个样本 咱们能不能做这个事呢 肯定是可以的 给大家介绍一个算法 这个算法是在咱们统计分析或者是数据挖掘当中 非常常见的一个算法 叫做smot一个small算法 给大家从流程上解释一下 它是怎么样完成这个事的 首先就是说第一步 你要找到你的一个少数类样本 咱们是要对少数类进行一个数据的生成吧 所以说那些对应于多数类 咱们就不管它了 咱们只把这个少数类的给它拿出来 把少数类样本这个x拿出来 然后咱们要计算一下对于少数类样本当中 每一个样本到其他所有样本的一个距离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相当于是一个KG0的操作 给大家举个例子 假设说这里一个三角形它是一个比较稀缺的类别 那么假第一次我会在咱们三角形每个会写上一个缝循环 在这个缝循环里边就是便利咱们一个三角形里每一个样本 假设说我第一次便利的样本是xi这个样本 然后对于这个样本 我就去计算一下xi样本到其他所有样本的一个距离 比如说我写一个第一 然后写这样一个第二 这块有一个第三 一直到所有的一个dn 现在是不是说我可以算通过这个欧式距离 就是样本之间样本特征之间的一个差异 然后求一个平方再开一个根号 咱们算这样一个欧式距离 算完这样一个欧式距离之后 我可以得到这个样本到其他所有样本的一个距离 我给它再进行一个排序的操作 比如说这块是第一 然后点点点点点 然后这块可能是个第五 然后最后可能是一直有100个样本 一直到这样一个第100 算完了这100样本之后 我们就要来想这样一个东西了 你要给它生成多少倍呢 咱们现在是不是说要给它进行一个生成五倍啊 把一个样本变成五个样本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切一刀取这个第一到第五 如果说你要乘五 你取个第一到第五 你要乘个十呢 取第一到第十就可以了吧 咱们现在是取成五 所以说我把这个第一到第五给它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呢 我就可以按照这样一个公式啊 做一个操作 这个x啊 就是咱们刚才选的这个x样本 这个x6呢 就是咱们一个新生成的样本 在这里啊 咱们是不是有四个啊 咱们是不是有这样五个距离啊 那么第一次他会算一下x 再加上这样一个随机数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生成样本的时候 一定要保证一个随机生成的策略 咱们不能啊 人为加上一些人为的干扰因素啊 咱们使得这个数据分布啊 尽量还是按照一种随机的规则 我们会在这块相对什么 这个就相当于D啊 这个x减去这个啊 这个x的上面啊 一个不拉再减去一个x 相当于咱们算这样一个距离 就是刚给大家说的 这样一个欧式距离 我们算这样一个距离 然后呢 再在这个距离上 比如说这个第一 再乘上一个随机数 比如说他乘上了一个0.76 然后乘上这样一个随机数 得到一个新值吧 得到一个新值 咱们再加到原始的一个数据上 那么咱们是不是得到了一个新的数据啊 那对于第一来说 我做了这样一个操作 第二次呢 我用第二第三次第三 一直到最后一次第五 是不是每一次我都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操作啊 每一次我都可以得出来 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距离值吧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距离值来去生成出来这样一个新的样本吧 那么这个生成策略啊 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它叫做一个small的算法 咱们一会儿呢 就是啊 依照着这样一个small算法来进行一个建模的操作 不是 来进行一个数据生成的操作 那么在这里啊 其实啊 咱们还需要做一个额外的事儿啊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啊 impar的一家pandas 大家比较熟悉了 sklearn啊 刚才给大家说过了 也是比较熟悉的 然后呢 咱们有一个额外需要用的啊 就是这个imbalance 一个不平衡数据的一个模块 咱们需要把这个库啊 人为的进行一下安装 我们打开啊 这个anaconda promet 在这里呢 我们打这样一个命令啊 就是一个pipinstall 然后imblearn 直接一个回车 它就会啊 帮咱们进行这样一个酷的安装啊 因为我这个呃 requirement啊 已经这个满足了 所以说 它就会不会再帮我进行安装了 大家第一次运行这个代码的时候啊 需要再安装这样一个酷 就是一个imbalance论 直接在这个anaconda里边 进行一个pipinstall imblearn 就可以把这个酷啊 给它装上了 sklearn是自带的 咱们就不说了 那么首先啊 咱们现在把这个酷啊 这个over simple 咱们刚才说了 这样一个过采样的操作吧 过采样就叫做over simple 下采样叫做under simple 我们在这个过采样里边 把引入了这样一个模块 引入了这样一个算法吧 叫做smote 就是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算法 一会呢 对于sharmer这个操作啊 因为都是跟之前一样的啊 咱们就不说了 咱们来说重点的 在这块是不是说 我要用smote算法 进行一个数据生成了 首先我先实力画出来 一个对象 over simple 现在用一个smote算法 里边不需要传参数啊 如果说你想让每次 生成数据都是一样的 我们也可以指定一个 random state的 让它等于0就可以了 然后呢 用这个over simple 去fit一下simple fit什么啊 simple啊 要把咱们原始数据啊 给它传进来 对于原始数据 我刚才是不是进行了一个切分啊 我是把一个训练 切分成了一个训练集 还有一个测试集 那么大家现在要想这样一件事 就是说 咱们切分完之后 这块是一个test 这块是一个tune 我们需要啊 要对这个数据集 第一步是进行一个切分吧 然后咱们是拿哪部分进行生成的 我肯定是拿这个tune这部分 进行一个smote算法生成吧 test我要变化吗 test是一会儿咱们要预测的 我test是要保持不动的 你一个预测的数据集啊 你不需要给我生成出来任何东西啊 咱们预测集千万不要动 咱们动的只是这样一个训练集 我们是要把训练集啊 进行一个生成 然后去建这样一个模型 但是呢 对于这样一个测试集来说啊 我不需要做任何东西啊 因为你做任何东西都会 相当于是会使得 它的一个测试效果都不准了 所以说这个测试集 一定要保持它是原封不动的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fit一下simple fitsimple我们看传言什么啊 反正来的是一个x和y吧 就是咱们的一个训练集的 一个x和训练集的一个y值 那么训练完之后啊 其实它就会帮咱们自动做一个平衡 做完平衡之后 就是说你这个等于06有多少个 等于1的 它就会帮咱们生成出来多少个 就是用咱们刚才给大家讲的 那个small算法 然后现在我看了一下 这个label里吧 这个label里等于1的有多少个 它帮咱们打印出来了一下啊 label等于1的是有22万个 跟咱们的一个等于0的是一致了吧 因为等于028万个 还要再乘上一个0.8 得到于这样一个训练集吧 那现在已经有了20多万个等于1的了 咱们还有20多万个等于0的 这回两个样本是不是又均衡了 对于两个样本又均衡了之后啊 我们是还可以做一个重复的操作吧 咱们就要来看一下 现在我用这种过采用的方式 它会使得我得到的一个精度是多好呢 或者说是多高呢 还是执行啊 咱们下面的一个方式啊 下面的一个方式 就是跟之前啊 其实是一样的 还是去打印这些值啊 就是说对应于不同的Z parameter 它的一个recall recall值第一个等于0.93啊 我看有没有更高的0.93 0.93啊 它这个 它这个浮动还是比较均匀的 大概都是0.93几 所以说呢 嗯 它一个recall啊 一个平均的一个大概就是0.93几了 咱们再来看它的一个混淆矩阵吧 通过这个混淆矩阵当中啊 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 就是说 现在在测试级上 可能一共有这么5万多的样本吧 然后呢 咱们的一个recall点多少啊 这样一个recall是等于90% 咱们之前的一个recall 好像等于90% 91还93了 我记不太清了 现在可能比原来稍低了一些 但是呢 现在咱们来看一下 现在咱们的一个误杀率 咱们主要关注这个格子 因为recall其实都是还可以的 现在的一个误杀率的多少 等于500多个吧 原来的一个误杀率的多少 大家没有忘记吧 原来的一个误杀率是等于8000多个啊 是这个500多个的十几倍啊 也就是说 咱们现在通过这样一种过采样方式啊 咱们得到的一个误杀 是偏低一些的吧 这回咱们只得到了一个500多个误杀 也就是说呢 当咱们使用这种过采样模型的时候啊 咱们虽然来说recall值可能是低了一些 但是呢 咱们发现了它的优点在哪 优点啊 就会使得它模型整体的一个精度偏高吧 模型整体的精度啊 是看这两个块吧 56344和这91 它们两个加在一起 再除以这样一个517再加10吧 也就是说呢 咱们当咱们用这样一个过采样 来去做这样一个事的时候啊 它会使得咱们一个整体模型 虽然说recall低一些 但是整体的效果更好了吧 那么这个就是过采样和下采样的一个区别了 那么到这啊 其实到这咱们这个案例啊 已经给大家讲的差不多了 再给大家来说一下一些惊讶吧 就是说 对于一个样本不均衡数据啊 咱们首选是什么 首选肯定是咱们要利用更越多的数据越好吧 比如说你能利用一种生成方式 那么咱们不妨就利用这种生成方式 这些课呢 也是给大家举了两个不同的例子 两个不同的方案 分别做了一下下采样和过采样 咱们也可以通过效果来得到他们的一个结论 那么这个结论啊 其实来说啊 就是说咱们能用数据生成策略 尽量就去用这个数据生成策略 因为呢 咱们通常啊 对于一个 无论是你是一个 要建立什么样的模型 通常情况下 数据越多对咱们是越有利的啊 我们希望数据是越多越好的 在咱们模型啊 一个计算能力相当的情况下 咱们当然希望这个数据是越多才能越好了 咱们用下采样能不能完成这个事啊 用下采样好像也是可以把这个事给它完成的 但是呢 在用下采样的时候 是不是说误杀率很高啊 这个是模型本身它自带的一个问题啊 因为什么 因为咱们在下采样的时候 咱们让这个0和1它俩一样少了吧 一样少了 模型肯定会有一阵倾斜 就是说诶可能就是说 在预测的时候啊 它就可能认为预测的里面 0和1它的个数也是差不多的啊 也是都比较少的 它可能会潜在存在这样的意识 存在这样的意识呢 就会导致咱们最终的一个误杀率是偏高的吧 但是呢 当咱们用这样一个过采样模型 最终结果怎么样 用过采样的时候 最终的结果是偏好一些吧 虽然说recard低了一点 但是整体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再大家从头到尾的咱们来看一遍 咱们的这个流程啊 是怎么样做的 首先一开始 是不是咱们要观察数据啊 观察数据的时候啊 我们先要先看一下 当前的这个数据啊 它分布的怎么样 是均衡的还是不均衡的 不均衡的情况下 我是不是要想一些招了 然后呢 对于这个特征啊 因为这节课 咱们拿出来的数据特征啊 是比较一个纯净的啊 就是说已经提取好的一个特征数据 我们就不需要再做其他一些其他预处理的操作了 所以说我们直接原封不动的拿出来就可以了 但是呢 很多真实的情况下 不见得说你能够直接拿到这个特征数据 怎么样提特征啊 其实还是有一个说法的 咱们在之后一课程啊 会大家讲一个东西叫做特征工程啊 在讲特征工程的时候呢 会大家拿出一个比较难的数据啊 用一个比较难的数据 跟大家详细的分析一下 咱们该怎么样建立特征 以及怎么样去选择一些方法 或者说找寻求一些帮助呢 那么这里啊 咱们是先对这个数据进行了一个标准化吧 就是说让所有的数据 它的一个浮动的区间啊 都是一样的 咱们把这个Amount 因为之前Amount浮动比较大吧 咱们让Amount继续浮动比较小一些 然后在下台阳里啊 咱们做了一个数据的一个选择操作 进行一个随机的选择 然后接下来呢 咱们是不是说对于一个模型来说啊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同的模型 可能对应于不同的参数啊 参数对结果有多大影响 刚才通过这些值看出来了吧 参数的影响可能达到10个百分点 那么10个百分点相对来说 就是已经很高了吧 怎么样找到一个合适的参数呢 咱们是通过这种交叉验证的方式 每一次都去执行这样一个交叉验证 那么其实啊 这些就相当于一些脚本文件嘛 你只需要把它传给这个服务器 然后让服务器不断去跑 跑不就可以了吗 接着来看 接着来看给大家说了一下混淆矩阵 以及咱模型评估的标准吧 RECAL值啊 花了好大力气给大家讲 以及呢 混淆矩阵 咱们该怎么样去算这个RECAL啊 True Paltive啊 False Native啊 都是什么样的含义 刚才啊 拿一个简单小例子 给大家从到尾去说了一下吧 希望大家还能够去记住这个东西的 混淆矩阵咱们就不说了啊 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值吧 就是说 在套机会议当中 不要忘记有这样一个预值 我们是可以通过这样预值 跟咱们的一个预测值 进行这样一个比较 然后来说最终的一个预测结果吧 不同的一个预值呢 会使得最终的结果 反而发生很大的变化 多大的变化呢 咱们自己通过这个图啊 想必已经是看出来了 通根据一个实际的需求 咱们要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预值 什么算法啊 刚才讲过了 刚讲完的就不不重复了 那么这个就是 今天给大家讲的这样一个 一个欺诈检测啊 或者是一个异常检测的一个问题 其实呢 这个问题啊 伴随的就是一个样本不均衡数据 咱们该怎么样去解决 以及模型评估的方法 还有啊 就是逻辑回归啊 咱们之前讲的 一节课讲的这个算法 咱们该怎么样进行一个使用 但是这个算法就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